哈利路亚,这荣耀献给上帝,这一切的荣耀献给上帝,对于我们使我们的心愿获得实现,这是得祝福的时间啊,大家身体哪里有不舒服吗? 诗篇一百篇三节,只要罪恶或者饶恕,任何病毒都能获得医治啊,大家或许因撒打魔鬼,内心被困住,自己由不得自己了,遇到各样的难题了吗? 愿意是三章八节,有罪的地方却有魔鬼附着,基督的血全洗性一切的罪过,基督的血能赶走一切的恶魔,祝愿大家在这时间获得拥许,获得祝福,祝愿大家在这里呼唤阿门,获得更好的祝福啊。 上帝是多么的好呀,这世上的一切都属于什么呢? 这世上全都是人生活的故事,世上的一切,自然界都是为了人类所存在的,上帝创造了这世界之后,为了让我们人类尽情的使用,把这一切都给了我们,这世上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呀,我们今天都知道是父亲节,母亲节。 那么,我们对待自己的父母,或者我们又对待自己的儿女,有儿女的存在了,才有对父母的恭敬啊。 今天上帝很容易地就告诉我们了,你们儿女们呀,都是在主里面恭敬父母。 父母们呀,你们养育儿女也都是要在主里面。 这是四句经文,很容易都是在主里面。 我们有家庭的月份,有儿童节,有父亲节,母亲节。 这都是我们人类自己所创造的节日。 那么,每年都这样过节。 那父亲节,那父亲节,母亲节,就把,就给父母们带一朵花,这就是仪式上了。 那卖花的家庭,那开花店的人,那就是幸福了吗? 也不是啊,夫妻之间在一起,真言是四上世界,夫妻之间,也无法预知对方的心理呀。 那我的心,我自己就能明白了吗? 我一对主明白我的心呀,《猎王纪》上八章三十九节。 我的心,我自己也不知道。 所以我们怎么能医治自己的心理呢? 我自己都不了解我自己,我怎么能帮助我自己呢? 所以有我自己是做不到的。 世上的学问,我学的再多,这几是头脑的学问呀? 而唯独上帝的话语是真理,上帝的话语是使我们得救的真理呀。 那这圣经是依靠律法使我们认罪的。 我们通过律法认罪,通过圣经使我们领悟罪过。 摩西从创世纪开始写下的都是律法呀。 罗马书三章二十节,律法使我们认罪。 我们认罪了之后, 而唯独基督的血,赦免一切的罪。 我们通过读圣经认罪了,领悟罪了。 那么这时候,圣经引导我们来到基督的面前。 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四节, 这基督正是上帝的奥秘, 是基督的奥秘, 是四九段悔改。 我们做四九段悔改是我们的最后的解决。 我们做四九段悔改是我们的最后的赦免。 这正是上帝的奥秘。 基督的奥秘,四九段悔改, 赦免一切罪的问题呀。 约安一书三章八节, 有罪的地方就有魔鬼附着。 所以我心里发出来的罪没罪, 所以我心里发出来的罪没有洗罪, 没悔改的话, 身上就有魔鬼附着了。 雅各书三章十五到十六节。 世上的学问我学得再好, 这也是属于初等学问而已。 我们找一下加勒太书四章九节。 加勒太书四章九节, 我们来读一下一二。 现在你们既然认识上帝, 更可说是被上帝所认识的, 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 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 阿们。 你怎么能被世上的学问所困住, 做世上学问的奴仆呢? 上帝这样告诉我们啊, 那世上的学问就不要学了吗? 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找一下雅各书三章十五到十六节。 世上的学问带一切的恶, 带一切的魔鬼啊。 我们世上的人不明白这点, 唯独上帝精确地告诉我们, 我以前不领悟的时候, 我也没有能力。 上帝的话语告诉我们, 世上的学问都属于恶, 都是属于魔鬼的。 我不明白这点的时候, 我也没有任何的能力。 而我领悟了, 做回家祷告了, 我洁净了, 这时候上帝使用我。 我们回到家里, 盘子如果用过了, 就不再用了, 一定要洗, 净这盘子之后才用来洗, 才用来, 无论是吃饭, 盛饭, 还是喝水啊。 用过的盘子一定要洗, 要不然就有细菌延伸, 就变不干净了。 天目的后书二章二十二节, 二十四、二十四节, 你家里有各样的瓦器, 有纯金做的瓦器, 而污秽的瓦器上帝不使用, 哪怕你是木片的瓦器, 你是洁净的上帝去使用你。 所以, 无论今天我什么样的身份, 我在这社会上, 无论带着多大的名誉, 或者我有力气, 这些都毫无用处, 只要我洁净的时候, 上帝使用我。 上帝说什么是最美丽的人, 通过做四阶段悔改, 蒙恩典的人, 心里有恩典, 在基督里, 兼顾自己的人, 这是最美丽的人。 西伯来书十三章九节呀, 而我们往往都没有做这样美丽的人。 雅各书三章十五到十六节, 雅各书三章十三节开始读一下的话, 头脑里学的所有的知识, 和上帝赐予我们的知识是不同的, 但这世上的学问, 仅是属猪狗一样的初等学问, 是幼稚的, 是始终属于魔鬼的呀。 那世上的学问就不要学了吗? 不是啊, 格林德前书九章二十到二十一节, 世上的学问你要精通, 你精通了世上学问之后, 你才能明白, 世上的学问也仅如此。 我们遇到过一位学者, 他就是属于精通世上一切学问的人, 而他最终告白世上的学问也仅如此。 站在大家眼前的我, 在全世界, 无论是将来还是以后, 没有比我更误会, 没有比我更恶的人, 而尽管这样上帝使我能行啊, 上帝把我的误会的罪全洗净了, 使我进入到荣辱里, 使我重新创造出来, 这正是基督的奥秘, 我们今天要获得这奥秘, 今天要获得这祝福, 大家都阿门吗? 这多么可贵呀。 格林德后书五章十七节, 如果不依靠这应许, 我无法站在这里啊, 大家想骂我吗? 大家可以尽情地辱骂我, 我都该听啊, 我多么的误会, 大家都无法想象我有多么的误会呀, 那么我们能说我自己没有罪吗? 上帝说了, 人都有罪, 心里发出来的罪, 身体里发出来的罪, 这都是一样的罪, 大家和我心里, 都从祖上遗传下来的罪过, 所以我们人是无法指责, 我们人无法相互指责的, 一直以来我们都不明白, 所以随便指责对方, 辱骂对方, 马太分七章一节, 上帝告诉我们了, 我们任何人都没有资格给谁扔石头, 或者是辱骂谁, 上帝说了, 世上的一切都是为了你所存在的, 是你的镜子, 格林多前书十章六节, 我们读一下雅各书三章, 十五到十六节, 一二, 这样的智慧也不是从上头来的, 乃是属地的, 属情欲的, 属魔鬼的, 属鬼魔的, 在何处有嫉妒纷争, 就在何处有扰乱, 和各样的坏事, 阿们, 你世上的学问觉得很多吗? 这一切都属于恶, 都属于情欲, 这都属于世俗, 属于魔鬼的, 世上的学问你学的很多吗? 那说明鬼附着的很多了, 那么该怎么办? 我得的不是学位, 该怎么来使用呢? 你的食品上遭了很多苍蝇吗? 那把苍蝇赶走吧, 今天通过做四季的悔改, 赶走一切的魔鬼, 获得圣灵啊, 今天我们获得圣灵, 赶走一切的魔鬼啊, 我们都呼喊阿们, 今天要获得这祝福啊, 这是多么可贵的应许呢? 通过什么赶走魔鬼啊? 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 获得圣灵赶走一切的魔鬼, 那这圣灵是怎么得来的呢? 需要花钱买吗? 这圣灵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 我们要获得圣灵, 做四季段悔改的时候, 上帝赐予我们圣灵, 一幅所述一章十三节, 使徒行众二章三十八节, 首先, 我们合一了, 这时候才给我们圣灵, 你和我都属于, 如果你属于一类派, 我属于一类派, 我们都不合一, 这时候得不到圣灵, 罗马说二章八节, 结党结派的地方, 得不到救恩, 也无法获得圣灵啊, 耶稣也不会来到你这里啊, 大家和我都要获得祝福啊, 我首先获得祝福, 这时候才能修身其家, 才能为这个国家和民族, 做爱国者呀, 真言十四章三十四节, 我现在是属于什么样的人呀, 我现在是属于行善的好人呢, 还是属于行恶的, 污秽的人,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吧, 真言十章二十三节, 一起来找一下, 一二, 欲望人以行恶为细爽, 明哲人却以智慧为乐, 阿们, 人类有各样的爱好, 有各样的喜乐, 而今天上帝告诉我们, 人分为两种, 有好人, 有坏人, 有如同灭亡的处类, 像猪狗一样的人, 也有为人的, 也有过为人生活的人, 看他的行为, 就知道他是属于哪一类了, 什么是明哲的人, 明哲的人才是真实的人, 上帝所派遣的牧师, 上帝所派遣的真牧者是什么呀, 耶利米书三章十五节, 是明哲的人, 你要悔改五千句经文以上, 这才是明哲的人呀, 明哲的人以智慧为乐, 那智慧是什么, 智慧现在就有奇迹发生啊, 通过智慧与知识, 现在就有奇迹, 红海分开, 我们主都知道我们的心理, 我们心里的病痛主要医治我们, 我们内心的问题, 上帝要为我们解决, 这正是有着奇迹发生的, 上帝说了任何人都是能行, 任何事情, 上帝说了任何人, 任何人无论在哪里都是能行的, 这正是上帝的应许, 大家都爱门吗, 今天要获得这祝福啊, 世上的学问, 世上学来的东西都属于误会的, 都是有魔鬼附着的, 今天上帝这样正确地指教于我们,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 因魔鬼附着, 所以使我们不行啊, 有罪的地方就有恶啊, 以赛亚书59章1到3节, 上帝现在要帮助我们, 而我们的罪抵挡住了这一切, 那我们头脑学来的, 我们该怎么办呀, 要获得圣灵, 赶走一切的魔鬼, 马太分十二章28节, 我们不仅要获得圣灵, 而且我们要把我头脑的恶, 一一地告白出来, 约安一书一章9节, 我们一一告白出来, 上帝饶恕我们, 以赴所书4章32节, 我们来找一下, 在基督里, 上帝使我们的罪获得饶恕, 不是说我来到教会, 我的罪就能获得赦免了, 并不是说你做了牧师, 长老你的罪就能获得赦免了, 约安一书一章9节, 一切的罪过, 一切的想法, 我都要告白出来, 我们在基督里, 全告白出来的时候, 上帝饶恕我们, 我们读一下一副所书4章32节, 一二, 并要以恩慈相待, 存怜悯的心, 以此饶恕, 正如上帝在基督里, 饶恕了你们一样, 阿妹, 这一切都是在哪里饶恕啊, 是在基督里饶恕我们, 我们要做四阶段悔改, 进入到基督里来, 这正是奥秘啊, 只有在基督里, 上帝饶恕我们的罪过, 有罪的地方就有魔鬼附着, 约安一书3章8节, 所以罪一定要获得饶恕啊, 你属魔鬼的时候, 你爱做什么呢, 你属魔鬼的时候, 你就爱妒忌别人, 猜忌别人, 诽谤他人, 背地里说别人, 如果站在眼前的牧师, 属魔鬼的话, 带着信徒都带, 带着信徒都去地狱了, 马太福音, 15章14节, 哥罗西书2章8节, 所以上帝告诉我们, 哥罗西书4章3节, 你传福音吗, 你去宣教吗, 你讲道吗, 你只讲基督的奥秘吧, 我们找一下, 哥罗西书4章3节, 而当今都不讲基督的奥秘, 那这也神奇了, 真挺奇怪的, 牧师啊, 这不是父亲节主日吗, 怎么讲道, 讲成基督的奥秘, 我们都领悟过来, 我的人生是什么人生呀, 我们听讲道了, 我们就明白了, 也领悟了, 约翰福音8章44节, 我们内心都带着祖上的魔鬼, 内心带着祖上的恶魔, 使我们无法领悟圣经, 所以我不领悟圣经的时候, 是祖上魔鬼, 在我心里了, 约翰福音8章43, 44节, 我们一起读一下, 哥罗西书4章3节, 1,2, 也要为我们祷告, 求上帝, 给我们开传道的门, 能以讲基督的奥秘, 我为此被困索, 阿们, 我们当今说去传道, 宣教, 去传福音, 我们只要传的是基督的奥秘呀, 启示录22章18到19节, 如果你不真实地传讲基督的奥秘, 就受咒诅灾难了, 为什么今天上帝只给我们讲基督呢, 今天是父亲节主日, 为什么只讲基督呢, 马太分7章, 让我们把房子盖在根基之上, 基督是我们的根基, 基督是我们的磐石, 哥林多前书10章4节, 那我们的指导者呢, 不要再听属魔鬼的话了, 今天上帝告诉我们什么呀, 最重要的就是让我们来传基督的奥秘, 只传基督, 那基督是谁呢, 无论我们今天遇到的家庭问题, 父母的问题, 儿女的问题, 或者是夫妻之间的问题, 社会上有各样的问题, 不仅我们国家整个世界全一样, 上帝都只教育我们了, 马太福音15章19节, 人无论是什么样的人, 心里有各样的恶念, 一样的对心理, 首先有恶念, 心里发起了的罪, 这都是一样的, 这恶念, 第一个恶念就有万种, 一万种恶念, 而上帝又说, 你要回改圣经经文5000句以上, 你读5000句经文的话, 读上一节经文, 再读下一节经文, 摘在一起就15000句了, 我们心里有恶念, 恶念就带着一万种恶念, 心里发起了的罪, 第一个罪, 恶念就是有一万种恶念呀, 那如何来洗罪呢, 基督的血, 基督的血是无偿的, 都给了我们, 饶恕一切的罪, 洗一切的罪过, 只要今天我们告白出来, 认罪的时候, 基督的血洗净一切的罪过, 这多么好呀, 这是多么好的应许呀, 我们心里发出来的罪有一万种, 恶念就带着一万种, 我们如何来记录呢, 通过律法使我们认罪呀, 而爱能解决这一切, 六十六卷我们都无法领悟, 我们可以不明白的, 那通过什么来完全整个律法呢, 有爱的时候, 你就能遵守六十六卷全部了, 罗马书十三章十节, 我们来找一下, 罗马书十三章十节, 怎么来到牧师这里, 听讲到怎么越来越复杂了, 听不懂, 听不明白呢, 有爱的时候, 使我们完全律法呀, 我们家里如果养, 我们家里好些有年长的父母们, 父母们教乎你, 然后我们在厨房里工作的时候, 我在厨房里做饭的时候, 我就跑到父母这里来了, 真言二十八章二十四节, 我们心里带着什么样的心, 我们都要做悔改祷告啊, 这样我们才能得祝福, 上帝让我们只传讲基督的话语, 一切的罪只在基督里获得饶恕, 无论你的人生, 你的过去怎么样, 你的父母是谁, 或者你又是谁, 你曾经像妓女拉合一样, 是卖身卖酒的, 或者像右手边的强盗一样吗, 无论怎么样, 今天只要进入到基督里来, 上帝让我们做新人, 上帝让我们有新的开始, 不再有过去, 这是多么庞大的允许啊, 人如此的复杂, 而上帝使我们做合一, 这就是爱, 我们读一下罗马说十三章十节, 读一下一二, 爱是不加害于人的, 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 阿们, 圣经六十六卷, 这律法, 我们怎么能认罪, 怎么能领悟罪呢, 上帝我们的父把, 比宇宙更加庞大的圣经, 缩短成这么一句圣经, 缩短成这一圣经来, 而我们呢, 只要有爱, 如果有爱的话, 今天就能完全了律法, 大家都阿门嘛, 我们大家都呼喊阿门, 那这爱在哪里呢, 我们找一下格林顿后书五章十九节, 格林顿后书五章十九节, 爱是什么呀, 爱不加害于人, 爱在哪里, 爱在基督里呀, 我们人爱背叛别人, 我们人爱诽谤他人, 爱妒忌别人, 爱定罪别人, 在现实生活中, 人经常行恶, 加害于别人, 而今天上帝的话也使我们能行, 相信这六十六卷圣经的话语, 使我们能行, 使我们的心愿获得实现, 把这祝福留给儿女们, 我们来聚到上帝面前, 不仅使我们的命运获得改变, 而且要把这祝福留给儿孙们, 如果我们光期盼自己的儿女得祝福, 那我们和动物没什么两样啊, 我们的儿女真实地得祝福了, 那就把这祝福分给身边的人, 这才是爱, 所以我们要遵守诫命才能去天国, 我要爱身边的人, 爱人如己才能去天国呀, 上帝告诉我们, 你要恭敬父母, 要在主里恭敬父母, 你养育儿女, 要依靠主的教养, 依靠主的教训, 养育儿女, 上帝说了, 这一切都在主里面, 无论你教育孩子, 还是养育孩子, 都在主里面, 你恭敬父母也是在主里面恭敬父母, 以福所事六章一节, 我们刚才读了, 都是在主里面恭敬父母, 我们要进入到主里面来, 那如何进入到主里面来呢, 我们只有在主里面才能敬孝, 听从父母的话, 也都是在主里面听从父母的话呀, 约翰福音四章, 西律的夫人, 听了妈妈的话语, 听了妈妈的话语, 杀害了约翰, 当今韩国, 无论是我们整个世界, 什么是真实的母爱, 世上存在母爱吗, 如同动物的水准一样的母爱, 那叫母爱吗, 真实的母爱是什么呀, 我们进入到主里面才有母爱呀, 为什么社会有问题却没有答案, 今天上帝给我们答案, 使我们大家得祝福, 使这个儿女得祝福, 我的心我自己无法解开, 唯独主解开我的心里呀, 这时候使我领悟圣经, 为什么好些人藐视上帝的话语, 嘲笑上帝的话语, 不信上帝的话语, 因为我们心里没有解开, 我们始终成了魔鬼的奴仆啊, 格林的后书四章四节, 魔鬼在妨碍你领悟圣经啊, 好些人不来听上帝的话语, 去听没有基督的假的讲道, 真言十三章二十节, 那都是一类人相聚啊, 今天这家庭的月份, 我们有各样的家庭的问题, 大家去图书馆可以读一下 相关夫妻之间的书籍, 或者是家庭的书籍, 这都是人生活的故事, 而这些书籍里面没有真实的答案, 那都是因为没有主啊, 我们要进入到主里面来, 上帝让我们只传基督, 传基督, 传基督的奥秘, 因为主是基督啊, 我们找一下马太分十六章十六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马太分十六章十六节, 一起读一下一二, 西门彼得回答说, 你是基督, 是永生上帝的儿子, 阿们, 主是谁啊, 主是基督, 唯独主认识我们的心里啊, 唯独主了解我们的心里, 因为主创造了我们, 生与孩子也由不得父母啊, 唯独主创造了我们, 十篇一百三十九篇, 十三到十四节, 谁创造了我, 是主创造了我, 那创造了我, 我就能出来了吗? 大家也知道, 生产的痛苦, 加拉太书四章十九节, 传福音也就如此的难, 传道, 我们要传的是基督的奥秘, 传基督, 所罗门一开始也是得到的智慧, 是有被上帝宠爱的一个人, 猎王记上四章二十九到三十四节, 上帝曾经称呼他为东方, 加上西方最为优秀的人, 再也没有人像所罗门一样, 而他年老年最终临终的时候, 他的嫔妃光嫔妃就七百名, 而且他一起敬拜了他嫔妃们的这些恶魔恶鬼, 敬拜了别神, 成了上帝的仇敌, 而且他还为他的嫔妃们建筑了丘坛, 去击败其他的鬼神, 所以我们的祖上没有所罗门的名字, 马太福音一章一节, 是亚伯拉罕与大卫的后裔, 因为大卫一直悔改祷告, 大卫一直做四九段悔改, 一直做了悔改祷告, 我们好些人都喜欢所罗门的故事, 而大家读《猎王纪》上十一章, 所罗门最终做的一些事情都与上帝成了仇敌啊, 到年长的时候, 临终的时候光嫔妃就七百多名, 使我们的心愿获得实现, 使我们去天国, 把这祝福留给儿孙们, 那么在这父亲节母亲节上, 我们当做什么事情才能使父母高兴呢? 父母喜欢什么呀? 并不是说父母只能行善, 唯独上帝是善呀, 在这世上只有一位上帝是善, 哥伦德后书五章十九节, 而这位上帝居住在基督里, 这上帝正是爱, 哥伦德后书五章十九节, 基督里有什么? 基督里有上帝呀, 时间来不及, 我们先不读了, 这四阶段悔改是基督的奥秘, 在基督里使我们的最后的饶恕, 我们只要传基督, 一定只传基督的奥秘, 只要我们进入到基督里来, 就不再有过去, 是新的开始, 是做有福的人, 今天大家要获得这祝福, 做有福的人, 我们都要获得这祝福, 大家都阿门嘛, 我们如何恭敬父母, 在主里面恭敬父母, 那父母呢? 父母也叫在主里面养育孩子们, 那我们如何进入到主里面呢? 我们找下彼得签书三章十五集, 我们心里要服侍基督, 我们心里要服侍上帝的奥秘基督, 在基督里, 做完全人, 做四阶段悔改, 这时候才能遇见主, 我们在主里面, 上帝是我们做虔诚的人, 唯独耶稣是虔诚的呀, 彼得签书一章十五到十六节, 耶稣现在也在做一切的事情, 使无便有, 使死人便活人, 这是耶稣, 我们今天在这里做四阶段悔改, 内心服侍基督的话, 基督和耶稣是一位呀, 听不到前书二章五节, 耶稣进入到我们心里来, 实现我们的心愿, 耶稣正是主啊, 耶稣做帮助我的主, 这时候使我们得到帮助啊, 我们遇见了主, 我们遇见了主, 说明我们拥有了耶稣的爱, 是最高的爱, 这真是信心呀, 大家现在期盼什么呀, 在这父亲节母亲节上, 儿女们都期盼获得什么呢, 不要再听属魔鬼的话了, 无论任何学问, 任何哲学都不行, 唯独主帮助我们, 唯独主做一切, 我们今天来遇见主吧, 我们要遇见主, 大家都阿门嘛, 我们今天来遇见主吧, 世上最高的神, 最大的神是谁, 就是我们的主啊, 圣经经文我们找了什么经文了, 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 我们一定要读啊, 诗篇, 诗篇九十七篇, 九节, 世上有各样的神, 而主的神是最高之神, 世上最大的神就是上帝的神, 就上帝啊, 光和黑暗无法在一起, 在黑, 在怎么漆黑一片中, 你有一束光, 这黑暗就没了, 所以我们来遇见主吧, 我们真实的来遇见主, 这时候一切黑暗全都没了, 来遇见主, 来遇见主是最庞大的事情, 韩国话里有好些邪音, 有好些俗话, 都是来遇见主的意思, 我们今天来遇见主, 这时候使我们得帮助, 我们来到教会, 不是上帝帮助我们, 就像我们去银行, 去找各样的窗口一样, 西伯来书十三章, 西伯来书十三章六节, 唯独主帮助我们, 所以我们来到教会, 我们也要得主的帮助, 来遇见主, 那主是谁呢? 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 我们来读一下主是谁, 只要心里遵主基督为圣, 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 就要尝做准备, 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 阿们, 我们领悟上帝的奥秘基督, 我们做了四阶段悔改, 这时候四阶段悔改, 基督进入到我们心里来, 我们心里发生的罪, 和祖上的污秽的罪过, 全洗净, 赶走一切的魔鬼, 基督进入到我们心里来, 格林的后书四章四节, 基督是光啊, 基督的光进入到我们心里来, 这时候, 使我们领悟一切, 使我们认清一切, 使我们有正确的领悟, 这才是正确的领悟啊, 不依靠奥秘, 无法领悟, 无法认罪啊, 好些人说领悟了, 依靠基督的, 依靠基督的奥秘, 使我们领悟啊, 这才是正确的, 真实的领悟啊, 基督的光照我们的心里, 正确是我们领悟, 依赛亚书四十四章十八节, 基督进入到我们心里来, 这正是奥秘啊, 这四阶段悔改是奥秘啊, 以父所书四章也告诉我们, 这圣经好些都是奥秘, 依靠这奥秘基督进入到我们心里来, 这时候饶恕我们一切的罪过, 上帝饶恕我们一切的罪过, 无论大家过去犯了什么罪, 被魔鬼附着了, 大家的罪获得饶恕了, 魔鬼就赶走了, 有基督的光, 这魔鬼就赶走了, 不会再进来了, 大家要阿门, 要获得这祝福啊, 我们借着基督要做什么呀, 回改祖上罪, 回改我的罪, 这时候使我们遇见主啊, 我们找一下诗篇三十二篇五到六节, 我们心里服侍基督了, 我们要持续不断地回改自己的罪, 和回改祖上的罪, 这时候上帝是我们做虔诚的人, 我们做了虔诚的人, 上帝使我们遇见主啊, 我们要遇见主, 我们要进入到主里来, 这时候我们的行为是虔诚的, 是圣洁的, 魔鬼都赶走了, 这时候病痛获得医治, 眼前的问题都获得解决, 儿女变孝子, 父母也是真实的优秀的父母, 靠着主的话语养育, 教育儿女, 所以我们真实地做四季段, 回改顺从上帝的话语的时候, 在此刻上帝使我们不再有过去, 有新的开始做有福的人, 一切的问题全获得解决, 大家都阿门嘛, 这是庞大的允许啊, 站在大家眼前的我, 走遍这些各地, 照着上帝的话语, 一病一鬼, 一病赶走一切的魔鬼, 我们在基督里遇见主做有福的人, 做新人, 得到主的帮助, 主是我们最高之神呀, 与主同在, 主帮助我们任何人都无法抵挡, 无论是多大的病痛, 无论是多大的做主在, 今天都能了结, 这正是我们的家庭的月份, 父亲节, 母亲节, 父母与儿女之间, 当如何来生活呢, 如此复杂的, 而很容易, 就一句话, 进入到主里来遇见主吧, 这是多么可贵的应许啊, 那我们进入到主里面来, 夫妻的问题获得解决了, 夫妻与父母与儿女的问题解决了, 我的问题也获得解决了, 而比这更大的问题, 拯救世界的问题, 为这个国家献爱国心的问题, 拯救家族的问题, 使我们做孝子, 拯救世界, 使我们做和平的人, 我们要获得这祝福, 大家都阿门吗, 劝大家一定要获得这祝福啊, 上帝, 上帝是主啊, 马可福音12章29节, 唯独上帝是爱啊, 上帝是唯一的主, 是上帝, 我们遇见主了, 就说明我们遇见爱了, 通过这爱, 使我们完全圣经六十六卷话语, 站在大家眼前的我, 也是好些事情的见证人, 大家现在需要什么呀, 今天都能行, 不仅是大家能行, 只要我们今天遇见主, 我们都能得到主的帮助, 得主的帮助, 最高的神要帮助我们, 这正是父亲节呀, 这正是儿童节, 这正是家庭的月份, 是使我们做爱国者, 使人类拥有和平的, 是基督的生活, 我们要做基督的使臣, 为了人类的和平, 格林德厚书五章二十节, 我们内心都期盼爱, 只要拥有这爱, 我们遇见上帝的时候, 我们遇见主了, 上帝是爱呀, 上帝的爱是帮助我们的爱, 这是主上帝, 我们做四阶段悔改的时候, 是主耶和华上帝帮助我们, 上帝是唯一的主啊, 上帝正是爱, 使我们得到这爱, 上帝在基督里, 耶稣在基督里, 圣灵在基督里, 这三万一体都居住在基督里呀, 所以我们要进入到基督里来, 依靠这奥秘, 我们遇见主了, 我们进入到主里面来, 这时候我们能做到恭敬父母啊, 我们读一下十篇三十二篇五到六节, 我们一定要遇见主啊, 回改祖上罪, 回改我的罪, 是我们告白自己的罪, 我们认罪, 告白祖上罪, 告白我的罪的时候, 是我们遇见主啊, 我们读一下十篇三十二篇五到六节, 一二, 我向你沉迷我的罪, 不隐瞒我的恶, 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 你就赦免我的罪恶系啦, 为此凡虔诚人都当称, 你可寻找的时候祷告你, 大水泛逸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 阿们, 世上最, 洪水是世上最可怕的一群灾害了, 而大水翻译的时候也不会临到你, 我们遇见主的时候, 我们进入到主里面来, 就合一了, 主里面有爱呀, 上帝的爱在主里面, 我们所期盼的爱在主里面, 依靠这爱使我们获得一切的完全, 使我们获得这一切呀, 不足的仆人我走遍世界各地, 医病赶鬼, 这一切都是遇见主了, 主的时候啊, 而大家始终不进入到主里来, 不做四阶段悔改, 我们回改祖常罪, 回改自己的罪的时候, 使我们遇见主啊, 好些信徒来到我们面, 好些信徒来到我们教会, 来到主里面来, 条牧师看见眼前的一切正确的责备大家, 这时候我们就能得祝福啊, 我们是能行的, 我们任何人都是能行的, 大家都阿门嘛, 主帮助我们, 主是世上神最高的神, 主解开我们的心理, 主帮助我们, 一切都是能行的, 而我们要悔改祖常罪和我的罪, 我们进入到主, 我们进入到主里面来, 遇见主, 得到主的帮助的话, 我们就能恭敬父母, 对儿女也有真实的养育, 那我们找一下遗福所书五章, 遗福所书五章八到九节, 我们进入到主里面来, 就有光了, 我们好些人都想做优秀的人, 做发光的人, 而你要进入到主里来, 你才有这发光的人生, 这好的现, 加拉太书六章九节十节, 我们家庭首先要拥有这些幸福啊, 修身齐家, 首先我和我的家庭幸福了, 我才能给身边的人带来分享啊, 而我们一定要进入到主里来, 我们一起, 一起来读一下遗福所书五章八到九节, 进入到主里面来, 在主里面是什么样的人生, 我们读一下一二, 八到九节一二, 从前你们是暗昧的, 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 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 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 公义成实, 阿们, 我们遇见主, 现在开始是光明的人生, 我们在光里面就能认清自己的父母, 认清自己的儿女, 也认清自己的临舍, 我们进入到主里面, 我们才能真实地恭敬父母, 真实地爱自己的儿女们, 什么时候是良善的呢, 只有在主里面, 我才能善良, 我们好些人都想遇见善良的人, 好些少女们做祷告的时候, 我父啊, 求助赐予我另一半, 希望像瓢牧师一样良善, 像我这样良善应该还可以吧, 还能使用吧, 我们做四季段悔改了之后, 我的父亲就变成好的父亲, 良善的父亲是真实的父亲, 上帝让我们在这月份, 上帝让我们只要进入到主里面来, 在主里面你是有光照着, 有光亮的, 有了光你才能真实的帮助, 你才能真实的认清一切, 这时候你做义人, 真言实上二十四节, 义人心愿获得实现, 只有一人去天国, 你做了义人, 子孙千万代得祝福, 唯独义人才能做爱国者, 祝愿大家获得这祝福, 我们都呼喊阿门, 我们都要获得这祝福啊, 我们和身边的人相互问候一下, 进入到主里面来吧, 进入到主里面来吧, 我们进入到主里面来吧, 只要进入到主里面来, 进入到主里面来, 舍尔的信徒也进入到主里面来, 那么牧师啊, 怎么能进入到主里面来呢? 主里面有爱呀, 我们大家所期盼的爱正是在主里面呀, 情是属恶的, 而爱是上帝呀, 真言二十一章二十五节, 有人情味多的, 这都是属于恶, 是自己害自己的恶, 我们要依靠上帝的爱, 支配世上的人情, 我们头脑学来的知识要用善来使用, 比如说, 这一把刀在强盗手里, 就是用坏来使用, 而这把刀在妈妈的手里, 就变成做饭做菜的厨房的刀, 所以我们要在主里面生活, 我们进入到主里面来生活吧, 主里面有爱呀, 我们再问候一下, 主里面有爱, 主里面有爱呀, 在主里面是有爱的, 爱完全了律法, 这荣耀的掌声献给上帝, 我们都要获得这祝福, 我和我的儿子从今天开始是能行的, 大家也行, 我也能行, 我们和身边再相互为候一下, 还是能行的, 还是能行的, 这还是能行的, 一定是能行的, 上帝说能行, 我们就一定能行, 诗篇139篇1节, 我们心里的讲话, 上帝都知道啊, 我们一定是能行的, 命运改变, 改变命运, 在今天父亲节里, 我们通过上帝的爱改变命运, 我们一起来祷告吧, 我父啊, 我们的人生如此的复杂, 我们去各样的地方找咨询, 而我们总是没有答案, 而今天主告诉我们, 进入到主里面来, 这时候从黑暗改变成光, 在主里面有爱, 主里面有这爱, 能够完全圣经六十六卷所有的话语, 我父上帝求主使我们依靠主的爱, 改变命运, 我们带来各样的问题, 儿女的问题, 父母的问题, 家庭的问题, 都离开了父母, 不愿意和父母在一起,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父上帝求主使我们进入到主里来, 依靠这爱, 我们一直没有进入到主里面来, 一直成了恶人, 没做义人, 我们一直不真实, 我们一直没有良善, 在今天求主为我们全了结掉这一切的过错, 任何人只要进入到基督里来遇见主, 今天求主使我们悔改祖上罪和我的罪来遇见主, 使我们获得这爱, 拥有上帝的爱, 上帝赐福于我们财富上的祝福, 求主使我们获得这祝福, 把这祝福留给儿孙们, 为这个国家先爱国心, 做爱国者, 求主使我们都做基督的仆人, 为了人类的和平, 都做基督的仆人, 奉耶稣的名, 感谢, 先祝福祷告, 阿们。 阿们。